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當我眼睛慢慢睜開 是你的關懷 無言沉默之中 你必須要離開 沒有預兆的表白 來不及掏開 只想和你以為 即使必須無情等待 一直堅信真愛的存在 不會更改 時間距離無法隔開 對你的愛 從一開始直到現在 我依然等待 我從來不敢期許未來 多少無奈 在你我之間劍不斷 離不開 從一開始直到現在 從一開始直到現在 我願等待 我從來不敢期許未來 多少無奈 在你我之間劍不斷 離不開 從一開始直到現在 從一開始直到現在 我願等待 我願等待 你不敢 不敢 你不敢 敏俊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哭啊 什么事啊 你跟妈讲 你怎么啦 敏俊 妈 我不想活了 佩佩佩你这鸭嘴 怎么想不想活呀 妈可是经不起你这样想的 医生说了你爸还要住院观察 小薇和阿坤呢在医院陪着 你说这样的话你要吓死妈呀 那我去看看孩子啊 那我去看看孩子啊 是妈对自己 亲与原谅吗 我去看看孩子 他们都要挽死了 我去看看孩子 novel 敏君啊 妈 我找敏君 刚才还在这儿呢 我上楼给孩子换尿布的功夫 都不见了 他一个人窝在这儿哭 跟我说呀 他不想活了 赵华 你们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这孩子一定是饿了吧 梦瑞娥 爺 坦备 妈 永俊华还没啊 没有啊 要不是孩子在 我早就和你一起去找了 他没回来啊 少华呀 你们俩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都怪我妈 你妈怎么了 她拿离婚协议书 逼敏军签字 什么 你妈拿离婚协议书 逼我们敏军签字啊 你们王家真是太欺负人了 你干什么嘛 你们出去 出去 你跟我出去 妈 这件事情是我妈不对 我替她向你们道歉 不过我是真心诚意 要接敏军回来的 我不知道我妈 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赶快把敏军 给我找回来 她要是有个三差两短 我不会放过你们 你跟我出去 你跟我去找啊你 这是干什么嘛 你们 爸 爸 你怎么没有把妈带回来呢 我到你外婆家去找她 你妈妈失踪不进来 怎么会这样呢 怎么会这样呢 妈会到哪里去啊 难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定是为了离婚协议书的事情 她才会说她不想活了 不行 我一定要找到她 我一定要找到她 爸 我跟你一起去 离婚协议书的事情 不要怪我 不要怪我 你可千万不能出事啊 我不是在这里 我先走 你stra 妈 林俊 妈 林俊 妈 爸 妈到底会去哪里呢 该找的地方都找过了 现在只剩下这个小公园了 我和妈妈以前一直来这儿玩的 我们就在这儿找找吧 好 那就找找看 万一早不早 就再去外婆家看看 阿豪 阿豪 林俊回来了没有 爸爸 你不怎么愿意好好待着 你跑回家来做啥呀 林俊她回来了吗 小薇啊 你刚才打电话来 我是怎么跟你讲的 千万别让你二叔知道 你怎么就 二神 不是我 是阿坤嘛 藏不住话 什么都跟二叔说了 阿豪 这种事情你怎么能瞒着我呀 明俊可是我们的宝贝女儿 他皇家也太过分了嘛 怎么能随随便便就把明俊给离了 你让明俊连往哪儿跟 你也知道的吧 明俊平时不声不响的 可她的心情还是更刚烈的 她一时想不开呢 二叔 二叔 你不要胡思乱想了 有可能大姐她只是想撒韩心 我和阿坤这就去找 阿坤 快去 快去呀 爸 妈 妈 明俊她 爸 你 你 你还有脸到这个地方来啊 阿豪 把她给我赶出去 王少华 你给我滚出去 你给我滚出去呀 妈 明俊她回来了没有 我到处都找不到她 明俊她回来了没有 明俊她回来了没有 妈 你还好意思叫明俊啊 你不配 你说 我们明俊欠你们王家什么呢 你们要这么折磨她 好好一个人 被你们逼得下落不明啊 我告诉你 王少华 万一明俊有什么机会呢 我招不了你 爸 爸 外公 你不要打爸呀 爸是爱妈的呀 还爱呢 你就是嘴上说说而已 你们把明俊弄得这么要死要活的 这个爱呀 明俊不稀罕你这个爱 王少华呀 我们全家不欢迎你 你跟我走 你跟我走啊 爸 爸 您别生气 我知道是我们对不起明俊 但无认如否 我一定要见明俊一面 你还要见明俊一面啊 按照我们明俊的个性可 我们要见的是明俊的最后一面 那爸 你别这么说了 你说的我这也都缓转 明俊要是有个三长两端 我也不想活了 爸 你跟我走 将军都挺着吗 王少华呀 你害得我们明俊想不开 你又跑到这里 你想气死他爸呀 他常从未来 他要是有个什么差错 我找不了你 你跟我走 你跟我走 好好好 我 爸 妈 为了表示我的诚意 我跪在这里 爸 祈求你们的原谅 我也会跪在这里 一直等到明俊回来 爸 我陪你一起跪 我也要等妈回来 好好好 王少华 你不要跪 随便你 明俊要是一天不跪 你就跪一天 他要是回不来 你就跪一辈子 爸 爸 爸 我们不要离他们了 他们回不见了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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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マ 爸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放开 放开 放开我 明月 你到底有什么想不通的 你怎么会在这儿 你忘了 这里是我们以前经常来的地方 所以我只要有空 才会到这里来 这里的以景以物 都会让我想到 可我没想到今天 亲爱在这里看到你想要自杀 谁说我要自杀的 我没有 那你想要干什么 难道你为了那个王少华 明君 你这样做值不值得啊 值不值得 不关你的事 我说过 我不想再见到你 明君 到底发生什么事 你告诉我好不好 放手 我不放 放手啊 放手 放手 你放开 放开我 你告诉我 放手啊 你干嘛拉拉扯扯的 你是谁 你管我是谁呢 我叫罗靖德 我是他男朋友 你是他男朋友 不错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管你是谁呢 只要对明君不礼貌 就不是什么好人 我告诉你 我叫黄崇明 我才是他的男朋友呢 什么 你是他男朋友 怎么 不可以 好了 你们两个别吵了 吵得我头都疼了 你们两个走吧 我想一个人安静一下 敏君 敏君 你要想一个人静静的话 可以去我家 而且我妈也很喜欢你的 你可以送我回家吗 没问题 敏君 麻烦 你让我家干嘛 去哪里 我家干嘛 你要喝 我家干嘛 我家干嘛 你 你 你 二叔 二叔 二婶 你看他们就要继续跪在那里 让邻居看到了 不太好吧 傻爸爸 你们让姐夫进来坐一会儿吧 一个大男人跪在外边 还带着个孩子 够难看的 明晨啊 别折腾他们 叫他们起来吧 小薇啊 叫他们起来吧 嗯 起来 谢谢 谢谢 阿坤了 麻烦你先把英杰送回去好吗 好 没问题 爸 我不要回家 我要和你在一起 一起等妈妈回来 英杰 爸爸留在这里就好了 你一夜没回去 奶奶会担心的 听话 叔叔妈回去了 英杰走 妈 爸 你一定要记得 把妈带回来哦 来 英杰 走 姐夫 我扶你继续休息吧 谢谢 我想 你说 我这样做到底是对是错 郑敏君要是真想不开 那我该怎么办呢 不会的 妈 像她这样的女人 我想 在你那天要死要活的 一定不是什么好女人 不用担心了 嗯 哎呀 可是我担心绍华跟英杰 他们两个又跑出去找她 到现在还没回来 别着急 别着急 这样是他们找不到的话 会回来 哎 回来了 我去开门 哎 来了 来了 哎呀 英杰回来了 快 看你爸爸呢 你来我家干什么 英杰 小孩子不可以这么没理 我讨厌他 你爸爸呢 姐夫还在我家 那敏君呢 大姐 她还没有消息 喂 喂 唐姐 什么事 真的 大姐回来了 太好了 大姐回来了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爸 对不起 你不要怪我 哎呀 爸你没生你气了 怎么怪你呢 嗯 要怪啊 就怪他们王家的人 罗总 有一件事情很抱歉 我一直没跟你讲 敏君是我的老婆 而且 她已经答应 要跟我回去团圆了 少华 我知道你对我好 我也知道你所做的一切 不过 你妈坚持要我跟你离婚 自我也欠你 从今以后 我跟你是两个互不相干的人 你走 敬军 不管妈对你说了什么 做了什么 我不可能跟你离婚 我也不可能牵制 我可以到大家里面告诉你 我爱你 敏军跟我回去 跟我回去好不好 敏军 你还是回去吧 妈 敬德 你怎么在这儿 你就是林敏君吧 你是洪夏 你是洪夏 少华 既然敏君已经回来了 我看他也没事了 这样妈就放心了 我们回去吧 少华 妈说得对了 妈已经答应我和你复合了 李敏军君 你已经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了 请你就不要再纠缠少华了 你不要胡说八道 少华 我没有胡说八道 好了 什么也别说了 王大华 请你走吧 报 少华 人家都已经下逐客令了 你还落在这儿干吗 走 我们回去 我不走 敏军如果不跟我回去的话 我就不走 敏军 你还爱我吗 如果你还爱我的话 就跟我回去 跟我回去好吗 敏军 少华 敏军都已经不理你了 你还死皮赖脸的干什么 这是丢人现眼 我们走 好了好了 王少华请你走吧 走啊 走啊 敏军 敏军 我早点还爱我 跟我回去 敏军 走啊 跟我回去 敏军 走啊 罗总啊 这一切你都看在眼里了 你也走吧 罗先生 请回吧 那好 请您转告敏军 我还会来看她呢 这事情 怎么会搞得这么复杂呢 少华 你一定要跟敏军离婚 我要你娶红侠 妈 我坦白告诉你 我不可能跟敏军离婚 我不可能跟敏军离婚 我也不会跟红侠再复合 少华 你想气死我啊你 少华 你怎么说的那么绝情呢 红侠 我不想伤害你 记不记得 我们是怎么分手的 我们真的是个性不和 我们怎么炒不完的事情 我知道 但是我已经改过了 我希望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 我会做个好妻子的 来个钱 少华 你看他胡侠 论年轻论美貌 他都不输给敏军 最重要的是 他现在可以帮你啊 少华 你看他胡侠 妈 就为了红侠能够帮我 你就叫我娶她 这 红侠 我真的不想伤害你 这些年来我们的感情已经淡了 我可以跟你做朋友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再恢复以前的感情 而且我跟敏军也生了一个女儿 于情于理我都应该要护养她们 我不能让我的女儿没有爸爸 我也不能让她没有母亲 重要的是 我爱你一句 我现在心里面只有她一个人 少华 你当着红侠的面说这些话 你难道恐怕伤红侠的心吗 难道 你非要妈跪下来求你 你才肯答应跟红侠复合吗 妈 你别再逼少华了 让她想一想吧 少华 我想当着妈的面 告诉你 我是真心爱你的 我希望 可以重新来过 对不起 对不起 少华 红侠 你也别太难过了 妈一定会帮你 让少华她先好好想想吧 嗯 妈 你也别太难过了 谢谢你 一直在帮我 对了妈 赶紧把东西收拾一下吧 尽快搬过去吧 这 我怕少华她 对了 对了 你这样一说提醒我了 会不会是因为 她的女儿 少华才 你是说 慧姨 你也不愿意 折腾了好几天啊 对了 敏君这边总算稳定下来 但是别再有什么红薄喽 二叔 你过离开人去哭 是吗 来来来 外公看看 来 外公抱 来 外公抱 好好的哭 你看她笑了 外公真心啊 乖呀 真乖 好好的哭 你看她笑了 亲家 谁是你亲家 你儿子昨天不是被你带走了吗 你还来我们家干什么呀 我们今天 是冲着我丈夫的孩子来的 什么 你丈夫的孩子 我跟少华已经复合了 我们马上就要结婚 她的孩子 不就是我的孩子吗 不错 彭霞说得对 少华跟敏君 已经准备要离婚了 那慧姨留在这儿 也没什么意义了 所以我们今天来 就是要把慧姨给带回去 你 林先生 刚才你不是说 已经不把我当亲家了吗 既然我们已经不是亲家 那我们王家的孙女 凭什么留在你们林家 天下还有这么好笑的事情 你想要长行霸杀我们王家的孙女吗 我告诉你 今天说什么 我们一定要把慧姨给带走 好 那我小薇 拿孩子给她 二叔 给她 给我 我告诉你们 从今往后 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们王家的人 带着你们王家的孙女给我走 二叔 二叔 妈 我们走 这怎么跟大姐交代呢 我过来了 林姐 爸爸有帮你买你爱吃的饼干了 嘘 轻点热 你怎么会在这 孩子睡着了 林姐睡着了 不是英姐 是你的女儿 慧姨 慧姨 慧姨怎么会在这 站住 别去吵孩子 是林敏君 不要你的孩子 他爸爸打电话来 是让我们把孩子抱回来的 怎么可能 我不相信 是 是 少华 你不信可以问妈 妈 是不是我们把孩子抱回来的 妈 是这样吗 是啊 是我跟洪霞 把孩子抱回来的 怎么可能 敏君怎么可能不要慧姨 会叫你们抱回来 本来 我们也不想怪敏君的 但这是事实啊 是他爸爸 一定要我们把孩子抱回来的 再说 再说我们也认为 可能是因为会议的缘故 所以你不愿搬回原来的王家 现在好了 孩子回来了 全家就团聚了 对了吗 赶紧收拾一下 找个搬家公司 赶紧搬回去吧 赶紧搬回去吧 尚华 我觉得 洪霞说得也有理 那你认为呢 好 爸 你说慧姨怎么了 那是少华的妈妈和 那个叫红霞的 硬炒就要把孩子抱走 爸 你怎么可以那么轻易 让他们把慧姨给带走的 她是我的新端宝贝啊 哎呀小卉快追你姐呀 不要再出什么事了 姐 李晨啊 你这是话老年痴呆了 孩子是敏君的命根子 你怎么能让王家 抱走了呢 她要是没有孩子呀 我看她也不想活了 啊 我刚 我当时被气糊涂了 你看 我怎么就没想到 你没想到的事情多着了 老糊涂 你好 你要找谁呀 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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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请问 住在这里的人呢 他们已经搬走了 那你知不知道 他们搬到哪里去了 不知道啊 他们为什么要搬呢 他们为什么要搬呢 他们是不是故意的 他们是不是故意 不给我看我女儿的 大姐 你不要着急了 好 我们再去找好不好 大姐 大姐 你别急啊 大姐 你难道我 大姐 你不要着急 我们一定会找到的啊 大姐 警察 大姐 别急了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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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别急了 你聊家 今天跟他们ар行啊 有一个车子的 挖箱了 不知道 如果 specialty brilliant 他不太急了 是不是 他的报告是…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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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要去哪里吗 妈 少华 你们还满意吗 这是我们的家 我眼睛慢慢睁开 是你的关怀 屋檐沉默之中 你必须要离开 没有预兆的表白 来不及逃开 只想和你以为 凌军 凌军 是我 这房间不只是你跟林敏君的回忆 我也住过这儿 你忘了吗 少华 我们在这儿也有一段甜蜜的回忆 不是吗 虽然我答应搬回来做 不过我有个条件 什么 我们已经不是夫妻了 必须分房睡 少华他真的怎么说吗 他说 他要求分房睡 妈 虽然我们以前是夫妻 可现在毕竟没有什么名分 再说我一个女人家 我 黄夏 你放心 这件事情啊 妈来想办法 谢谢妈 妈 我觉得 还是赶紧跟少华去办个结婚手续吧 这样也可以明智年顺呢 虹霞 你也知道 少华他最近心情不好 如果说 我现在硬要逼他去跟你办个手续 我想 我想他一定不会答应 要不这样好不好 等他过两天心情好了 我再跟他说 总之 这件事情 妈一定替你办到 太谢谢妈了 对了 妈 明天我带少华去我新筹建的公司看看 要是有机会的话 我一定让他重新开始他新的事业 哎呀 哎呀 那真是太好了 虹霞 妈真是要好好谢谢 没关系的 妈 嗯 不过 妈 现在最重要的是 但是 不能让李敏君 再和少华见面了 嗯 你说得没错 我会去跟少华说的 他是个好孩子 很孝顺 一定会听我的 嗯 嗯 二 二 一 一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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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婚姻 你在哪裡 少華 你為什麼要那麼狠 把我的婚姻帶走 我回來了 你在哪裡 你在哪裡 你們為什麼要把她帶走 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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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華 媽 惠姨啊 好不容易 你才被我哄睡著 少华 你看看你 现在一回来就忙着去弄孩子 你白天要上班 一回来就去忙着照顾孩子 身体怎么吃得消呢 没有关系啊 女儿是我的啊 我知道女儿是你的 她也是我孙女啊 你又不让红霞帮你照顾 现在连妈照顾你都不肯 我看你弄得最后啊 是班也上不好 孩子也照顾不好 既然你都已经答应妈搬回来住 你就应该好好跟红霞相处嘛 妈 你也不过是希望我们王家 能够赶快恢复过去的事业 没错 是红霞出的钱开的公司 不过我会比过去更努力 绝对不会欠他的情 这你说的什么话 什么叫欠红霞的情 人家红霞可是真心爱你 妈 感情的事情我自己处理 你不要管 好 既然你这么说 我也没话讲 不过有一点 你一定得答应我 以后晚上啊 会议由我来照顾 突然间我好想你多年后 突然间我好想你多年后 原来你仍然是我心痛 在梦里你的面孔 在梦里你的面孔 依然甜美的笑容 我没醒来 不知所措 漫步在我们长去的街头 想起过去的温柔 想起过去中的温柔 不想獨自在街頭 平常寂寞 是否能再停留 在你左右 我不願再次蹉跎 只為你等候 別說 你眼中已經告訴我 回憶回憶秀 雖然離去我一人為你守候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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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偶像 ステージ